我是来给你送一下 我面试的简历的 这个女孩子没有意思的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说她是莫子 过来看 两天前 跟港股有一条重要资讯 世贸科技计划并购 扬升电力 并给出了报价 你们几个分析一下 MH现在是否应该购入 扬升电力的股票 我认为应该购入 扬升电力的 现在股价是三十五港元 并购之后 保守估计应该是 百分之十七的上涨 买入三百万股 就可以成为主力资金 并购以后 世贸科技的大股东 马育科 将会成为 养生电力的新一人董事长 他是大世界的投资家 现在购入 每股年收益 会超过四百四十二港元 我不认为 这次交易会成功 扬升电力 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 管理层薪酬却翻了两倍 马育科是个老油条 他不可能看好扬升电力 如果马育科不看好扬升电力 为什么要代表 世贸科技出价并购 马育科是世贸科技的股东 他前期持有扬升电力 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怀疑他代表世贸出价 只是虚晃一枪 实则是为了炒高 扬升电力的股价 任何一笔交易 任何一项投资 都会有风险 利润和风险 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们需要的是 像狼一样的新人 而不是绵羊 所以今天面试的原则 什么 狼留下 杨离开 小哭包 小哭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dream of you Tears on my face All night long Tell me How I live with Tell me How I live with How I live with How I live with You How I live with